第二十四章 预言圣殿被毁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殿雨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雨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稣降临的御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御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慎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道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 人要把你们 才知起来 迷惑多人 只因不发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漸漸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你们看见先知 但以你所说的 那行为坏可憎的 站在圣地 读者经的人 需要回忆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 和哪孩子的有祸了 为选民 要减少灾难的日子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如见冬天 或是安息日 因为那时 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 那日子必减少了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歧视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 就迷惑了 看呀 我预先 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呀 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 看呀 基督在内屋中 你们不要信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厮守在那里 鹰也必聚在那里 那些日子的灾难 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聚落 天世都要震动 那时 人子的少头 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 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嫁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猜显示者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都昭聚了来 从无花果树 学比方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学过比方 当树枝发乱 掌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近了 这样 你们看见 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 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 告诉你们 这世代 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 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墟 我的话 却不能废墟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事者 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 罗亚的日子 怎样 人子降临 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取 直到罗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那时 两个人在田里 娶去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 不知道你们的主事 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 几间天有策来 就必警醒 不容人滑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善博与恶博的暴认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博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行 那博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博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慈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博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哪里必要哀哭切耻了